从前做老人的不一样 做老人不管有没有读过书 是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 读不读书不重要 懂得做人重要 从小父母就给你做榜样做模范 你看他是怎么处置在人间 你天天看自然就学会了 最根本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尘一个尽 里面真尘外面攻尽 离记第一篇去离 第一句话 无不尽 一切攻击 人从小学会了 这一生 这一辈子 对待一切人事物 都是一个尘尽 里面尘外头尽 他修会了 这是个根本的 现在人没有 现在人傲慢 自大 对一切人丝毫谦虚都没有 自以为 自以为是 这个世界 怎么可能 永安定会 这个地球 怎么会没有灾难 这是今天教学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没有沉浸 不能教我 学生听不进去 你教学生 不费功夫 他不得受用 印族常讲 一份沉浸 得一份利益 他没有沉浸 所以你苦口 破心去教他 他得不到利益 时间长了 还嫌你啰嗦 说些无用的话 不切实际的话 他这么批评你 你叫他沉浸 他反过来问你 现在社会上 谁沉浸 沉浸的人吃亏 沉浸的人被人欺负 他认为什么是对的呢 认为斗争是对的 自私私利是对的 损人利己是对的 这些概念 从小就叫 从幼稚就叫 叫竞争 你要赢人 不能输给别人 从小孩 就要拼命去争 争一辈子 最后到阿比地区去了 这是斗争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果报 是阿比地区 人让吃亏 中国古人常说 吃亏也是福 处处人让 不予人证 他最后的归宿是天堂 不一样啊 古人讲的吃亏吃福 这个话讲得非常正确 吃亏的人到天堂 不肯吃亏的人 现前所得到的小福报 小天堂 享受的时间很短 吃亏的人 现在很苦 受苦的时间不长 将来到天堂 享福的时间长 这都是事实 但是现在人不相信 所以这是迷信 这是封建时代骗人的东西 所以 圣贤的教训 佛菩萨的教训 这个现实的难关 不容易冲破 所以真正 由智好学之四 首先要培养自己的耐心 别人不肯做 我们自己做 我们要坚持 无论在神怎样 困难 贤族的环境当中 坚定不变 我腰筋牙根 还是坐下去 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 才会有安定和平呢 我们预估 大概三代四代以后 我们这一代 怎么辛苦经营 不会看到的 能够留几个种子 就不错了 现在 现在 虽然是有灾难 灾难没现前 科学技术里面 这媒体的传播 这是非常好的工具 我们尽量去用它 一旦灾难 一旦灾难来了 这些东西全没有了 所以往后依靠的是要依靠书本 这些科学的东西全没有了 书本还是必要的 现在多印一些书本 十号事情 因为将来 唯一的依靠 还是书本 中文字幕提供